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见风事雨 不是 因为我跟你讲 我是个不可知论者 我也认为谁能保证他全知全能 谁知道这个玩意儿 你知道吗 所以我一看到这个消息 说咱们空气中有这个东西 我就开始 当然你要 你说到这个问题 恰恰显示一个什么事 就今天关于全世界各种关于日本这个事 很多阴谋论很多怎么样 大家都不相信核专家 因为他恰好点出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谁能告诉我们这核辐射没影响没事呢 一般我们都信这个核专家 对不对 但其实呢 这是有共识的 这真不用怕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大家又不信核专家呢 因为你想想看 谁会大学的时候 硕士博士跑去念这个东西 这是个很冷门的东西 念辐射 对你研究这个核子轮这个东西 你念完这个出来你干什么呢 你告诉我 你能做什么工作 居里夫人怎么死的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所有这些人啊 在欧美这些地方 在在很多国家 包括甚至在中国 大家的看法是 你搞这一行 你研究这一行 你的出路 就是要不就帮这个核电公司打工 你就算在大学 你也是老给这些人当顾问 赠点研究费 换句话说 这个世界上要找到完全独立的 没有任何利益背景纠葛的 这方面的专家是很困难的 因此现在很多媒体就说 你到处去问人说 这有没有问题 都跟你说没问题 但问题是 你在看这些人背景 你说这能信吗 所以这个就特别麻烦 而且我跟你讲 现在咱们这个陈老师 跟这问题纠葛 可太适了 你也不研究这个 一位慈父切身感受 他的女儿现在正在东京 东京对 有问题 他就在地震那一天回了东京 他在中国待了一年 然后他那儿有份工作 就叫语言什么这些 听起来叫做志愿者 是吧 我先打断他一下 我怎么知道呢 他有一天打电话给我 想要我们关于切尔诺贝利 核电站事故的资料 他研究 我还听避风说 说你全家劝你女儿 不要再回日本去 是他3月11号下午开始去 就在地震的时候 他正在我正在送他往 那时候不知道是吧 国际机场走 然后等手机短信来了 说地震了 我们很高兴他飞机飞不了了 往下回回来了 结果还是飞了 飞了 飞了结果7点多钟到成田机场 说像难民演艺 然后等到他东京住的地方 已经凌晨2点了 啊 anyway 就我就 当然我们就说你快走吧 这样他3月15号 啊 就就逃出日本 啊 跟他男朋友就跑到加拿大去了 啊 跑到加拿大去 但是我也知道就是带俩行李 这个上不上下不下的 也不是办法 所以这些日子 他说调查了很多数据以后 说好像还可以 东京的同事说没事 所以他昨天又回去了 就昨天又跑回 他又回到东京 你让他回去了 我没有办法劝不住啊 劝不住 他就是个大人 研究这个 他这个大人了 我就我们全都劝不住他 那他就回去了 他的男朋友还有一个哥哥 还笑他你跑什么跑 他还待在东京 两个加拿大的兄弟居然在日本 已经十几年了已经讲一口日语 这样子 完全觉得没问题是吧 不知道 但是我今天给他打电话 我说因为他回去时差睡觉 然后今天打通了 我说你到东京感觉怎么样 他说很正常啊 就跟那个水电也都正常 就跟以前一样 但是就在他到的那几天 逃走以前那几天 他已经出去到处买水 买了买够了两个礼拜的水 然后现在他们买食物 说是都买进口食物 但问题是日本的食物 大部分都是进口的 都是进口的 对 现在我只能等他自己在那判断 因为他其实是个胆小的人 这个到底值不值得待下去 大家都在往外跑 你还回去 我觉得这是贼点的 我觉得我当然大家不要学习我 但是就是我小心到什么程度 我买的一个日本品牌的 我订了件衬衫 一个月以后到货 我这几天到处问人 我说那他我还能穿吗 没这么严重 文涛你别这样 你这开始有点危言耸听 你这个 我听过一个说法 就是从塔什干那买来的地毯 挂那 就头发开始掉 结果这个地毯是60年前的 不是就是几十年前的核爆 就已经吸收了很多很多 没错 有可能 有可能 在这 有可能 但是问题就是你 现在我们要知道 他那个辅导核电站的核辐射 扩散到什么程度 当然我们都说东京离开机场的人 有时候身上都带点辐射 但那个辐射量又大到什么程度 对不对 你比方说现在这种辐射量 是只不过是非常正常的 比跟我们平常中国城市 是不会差很远 但是你知道吗 我现在我是因为 对这个有深深的怀疑感 对这个世界 不相信 有强烈的不相信感 觉得所有专家背后都有 你不知道背后是什么 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有个人叫瓶颈献夫 在日本核电站打了一辈子攻 身患癌症 最后成为一个反对核电站 到处演讲的人 是 他就跟你讲 他就讲的这个角度很有意思 他说你以为设计的那么完美无缺吗 他说但是现在在日本 我想他日本他都说是这样 他说有真功夫的老师傅太少了 安装的时候 这个螺丝长点短点松点紧点 他这个 他说你知道吗 核电厂里边铁丝掉到原子炉 工具掉到配管里卡住的这种小疏忽 层出不穷 因为老师傅少 因为就像你说的愿意去核电厂打工的 这个人少 包括一个电焊工 日本人做事情那么认真 都还这样 担心这个 而且他就说菜鸟们像堆积木一样堆起来的核电站 我给你讲 他讲了一个故事 挺渗的话 说 记得有一次运转中的核电机组 有一个螺丝松了 排射出的辐射量很惊人 锁这根螺丝 我们准备了30个人 这30个人离螺丝7米远的地方 椅子排开 听到预备 跑 冲上去一个 你只能拧三下 你就得撒腿跑 你身边那个监测仪 嘟嘟嘟 你就得走开 不行了 他说你想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工人 可不可以好征以侠的 把这个螺丝拧得非常好 所以他认为这种核电 他是工人 他这种核电站 他认为就是公司里 平常对他们进行的教育 他说没事 没事 照他 你看他这里边打过工的 你看现在说知也姓南 这个官方长官 他们说将来可能就是日本首相了 对 因为这次兼之人崩溃了 对 说他做的不错 咱收到的情况 感觉就是彻底对付不了了 没错 越闹越严重 没折身 你就没有想到怎么会这个 你还别说我这种人 就怎么着 你这个空气里有辐射尘 你说对人体没影响 可是这个老百姓 他是能躲就躲 能不买就别买 你这个东西太可怕了 但是问题是现在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知道就是德国有一个 就是保时捷和奔驰的那个州 叫什么巴福州 是是叫巴福州 不是 反正就那个州吧 那个州啊执政了58年的 对 老政党倒台了 倒台了 就是因为他 他这个州主要就是靠这个核电站 突然间一弄常来 这个本来这个胜券在握的 他是民党的吗 那个州长他们执政了几十年 然后呢他们一直是立足搞核电 甚至他那个候选人就现任的州长 就一直说核电没问题 整个宣传海报都这么讲 那个州最反核电的呢 就是德国有名的绿党 绿党 环保党 一直攻击 声势本来差很远 就在选前还不到10天出了这个事 那边就基民党马上也要想改变 海报都改不及啊 你知道吧 结果现在就绿党首次执政在德国地方州里面 我觉得这个核这个东西啊 真是就是不可思议的 不可思议的 你而且日本民族啊 有这个记忆 你知道这次日本大敌人一出来 成了个电影聊天 嗯 很多人就说多部电影不都讲吗 有这个什么日本人拍的 还有这个黑泽民的 嗯 一个电影著名的那个梦 嗯 他的梦作 其中有一段 有有一段就表现日本人对这个核的这种阴影 咱们可以放一段 体会体会 3分影片 有顶泽民族 3分 3分 那个 吗 还有 我觉得 这样 colonial 把一磚的一千万分の一グラム 胃口水分の一グラムに入る 黄色いのはストロンチウム90 あれが体の中に入ると骨髄に溜まり白血病になる 紫色のがセシウム137 生殖栓に集まり遺伝子が突然変異を起こす つまりどんな子供が生まれるか分からない しかし全く人間はアホだ 放射能は目に見えないから危険だと言って 放射性物質の着色技術を開発したってどうにもならない 知らずに殺されるか知ってて殺されるかそれだけだ 死神に名刺もらったってどうしようもない そして世界は共有横幼との今後でご存知をする 何の人を見るか知っているんだ 私は世界を信じていましてくれる 私は世界に温泉深深深深の不信任 而是不敢明着拒绝美国的日本 一口气盖了太多核电厂 搞得自己手上囤积了一大堆油和布 那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世界各国都在怀疑 日本是不是在造核武 政府为了保证自己的清白 所以就不得不盖更多的核电厂 来用这些个油和布 你说你这个咱说起来 这个就是一个德国有一个社会学家 专门研究现代化风险问题 贝克 对我在北京还跟他有过一次短的对话 就其实地震 我们现在已经忘了日本 这是灾难始于地震海啸 地震海啸是古典的灾难 太古老的灾难 但现在我们谈的都是辐射 是核辐射 核辐射其实就是整个现代化以后的代价之一 一个大风险 所以这个其实是现代化的一个神话 神话我们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然后渴望现代化 而且差不多已经在器物上大部分现代化 但是前年早08年吧 就是湖南大学全线火车停顿 有很多文章讨论这件事情 有一个先生叫牛龙飞先生 是兰州的一位学者 我认识他 他写了一篇但没有被采用 他是唯一一个提出来 就是这是现代化风险机制 没有弄好 就是你别以为你有铁路飞机 整个现代化的一个框架 这个国家就已经进现代化 然后现代化他给你一个错觉 就是最先进最安全 最最最弄逼 但是贝克就提醒大家 你知不知道他的另外一个代价是什么 对 那我相信和核辐射就巨大的一个代价 你和人类从来没有过 和20世纪是原子弹的世纪 这拆过墙这个作品 我觉得他最最好的一件作品 但问题是核辐射 你能发电 你能干这个干那个 但是你准备好了没有 等到风险过来的时候 整个一个群体性的代价 你不能老认为你玩的转 对 分分钟玩不转 而且这里面有个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过去像地震海啸 就你说古典风险 就你原来没有核子发电的话 你地震完海啸完 就地震就海啸了 对不对 现在日本这回事 为什么搞得那么复杂 那么麻烦 它是符合型灾难 它不只是地震 它不只是海啸 它出现了一个 以前光是地震海啸 出现不了的东西 就是这个核辐射 它是这么连续的引发下来 那这里面你就看到贝克 他一直强调一点 就是现代技术的风险 我们现在社会是个技术社会 它的一个风险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 它的一个特点是 我们并没办法准确的股量 它最后的规模 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做基因研究 很多人就预言 未来十年二十年 人类最危险的 还不一定是核 是某个实验室的 生物实验出错 不晓得出了什么东西 你是不可估计的 第二 就是这些风险 你需要了解它 或者创造它的那些技术的 那种技术 那种知识 是绝大部分人都不拥有的 都不知道的 因此就会出现什么 就像你刚才讲的 这个给日本订了衣服 还敢不敢要 其实我们都不懂 对啊 对不对 你比如说地震 而且我也没有 科学家 科学也是有限的 也有限 对你比方说你像这个地震 我们也都不太懂 但它震了就震了 就算对不对 但现在这些风险是 我们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可估计 不可股量 而且没有专业 知识去理解它的 那第三个问题 我觉得更严重 就是从发展这些技术 里面获利的人 跟承担这些风险的人 是两拨不同的人 这有个风险承担 不平等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吧 你这个福岛核电站 这个事儿我觉得最惨是什么 当地居民里面 有一帮人 其实反对这个核电几十年 是 就在出事前 他们是定期的 出事前一个月 他们又在外面又举棋 说我们反对这个 我们反对 这些人恐怕现在都没有 就你想想看 就是当地老百姓出事的时候 首当其冲是那边老百姓 但谁从这个核电站里面获利呢 第一是东电的大股东 第二是远在他方享受电力的人 这很不公平吧 就你等于说你在某些地方建个什么 在建个什么东西 出了事那边的人承担 获利的时候 平常别的地方人获利 风险还不是首先影响你 包括这个核废料 他们讲咱们很多东西 咱们都不了解 他说比如说这个东京的一个 日本一个大学 弄的一个什么原子实验炉 好像说是什么100瓦的 然后就是做实验的 但是你知道这个废弃了 废弃了都是要非常花钱来处理这个玩意儿 最后一算说处理这个 相当于这个大学一年的预算 对没法弄 然后就有人说了 说那有的是100万瓦的核电 你就是废弃它 它得多少长时间的半衰期 我觉得这个就咱们太拖大了 有点 这个就是人类聪明的代价 你刚才说那几条还得加上一条 就是科技越进步越高端 它的风险就越大 没错 越不可测 没错 说起来是这一部分科技 可能是为了对付前期发生的一个风险 最后它有办法对付了 但是这就是磨道之间的关系 有时候磨高一次道高一丈 有时候道高一次磨高一丈 你什么时候知道 因为就循环了嘛 没错 你比方说像这个 为什么这几年 大家本来核电这个东西 就切尔诺贝利之后 大家都很反对 但最近几年又流行 就是因为大家觉得 全球暖化问题很严重 那发现核电这个东西呢 相对之下成本比较低 更好的是什么呢 它可以就是防止气候暖化 它的废气好像感觉比较少很多 对不对 所以这几年又流行 所以你看我们用一个东西 去解决另一个东西带来的问题 但这个东西本身会产生什么问题 就像你刚才讲的 我们并不太清楚的 所以就说肖伯纳不是讲过那么句话 就说人类很少 没有一个什么科学发明 是同时带来了同样多的问题的 成功的现代化国家 同时保留的所有传统 东方传统的文化 对你去过就知道了 但是这么成功的现代化 所以现在人家想起日本呢 就觉得好凄凉的感觉 一个那么认认真真 勤勤恳恳是吧 我觉得更凄凉的是什么 就我原来一开始呢 他发生这个地震的头一礼拜 我觉得他的政府在防震方面做的好像还是有板有眼还行 比如说没有出太大的问题 比起板神地震 他真的是进步了 那时候我这么讲 那后来 神户的也好多 对就是比那时候好多了 但是在处理核电问题上 你就看到他现在是糟的一塌糊涂 他的政府东京电力 就我觉得最凄凉是什么 你越是看到日本人 普通百姓 那么手里 那么秩序 在这时候那么坚持的过日常的生活 他们上头那帮人就又病假 又什么混账成这样的东京电 你就越凄凉 就是说你会觉得这么好的日本国民 不应该是拥有 就不应该拥有这样的一个领导的精英阶层吧 就你觉得这个领导精英阶层是不配拥有这么好的国民吧 我就觉得他们很惨的地方在这 这也就是过去十多年很多人在争论 就是日本是不是进入一个很特别的时期 就他的整个精英阶层到底怎么回事 而且这一回能看到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日本人他的过去像他的官僚体制 他非常官僚的一个社会 他这么一个官僚的社会 像板神地震的时候 他那时候他就是总官僚程序 延误了救人的时机 被人骂 好 结果后来总结经验 吸取教训 写了一大堆的规则 地震该怎么样 所以社会地震以来 按照那个时候的经验写的教科书本子 啪啪啪啪干就没事了 但是以前从来没人告诉过你 核电站出事怎么办 所以他又不知道怎么办了 他是这么一个 但是就是我看了他们干的这个事情了 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没法抵御的力量 你知道吗 他跟别的东西 不不无色无形 看不见 这个东西 他这个半衰期就这么长 到你身体里 这倒是变成内照射 你知道吗 你根本躲不了 他们说处在金属 那个核肥料处在金属罐里 日本人扔在海里 但是海水也会生锈啊 那个慢慢生锈了 就又会露 都不知道那里边的鱼 都变成什么进入食物链 你这个玩意啊 现在不是裂了一个裂缝吗 你看水泥也封不上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你不知道 假如这事 你说在中国 我们会觉得